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第四期的洋说 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 美国的非法匿名问题 那么这一期的视频 主要是出自三个考虑 第一个考虑就是 在美国 人们的观念 容易受到两种政治言论的左右 第一种是自由主义式的谎言 liberalize 第二种是具有误导性的真相 misleading truth 一个谎言一个真相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自由主义式的谎言 它的特点就是 它会提供一些乌托邦式的愿景 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去进行社会想象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会变得异常的自信心爆棚 会变得异常的慷慨 然而却忘却了 其实资源是有限的 能力是有限的 那么这种自由主义式的谎言 它忽虐了经济学的问题 而我们知道 一个不懂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者 往往是不可靠的 那么第二个 具有误导性的真相 比如美国的查党 以及反建制的 极右的一帮人的言论 他们的言论 往往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 它类似于所谓的阴谋论 阴谋论的特点呢 就是它会 把一些系统性的 结构性的问题 归结于某些个体 或者是集团 比如说社会上 非常流行的 一个说法 就是咱们的世界金融体系 其实是被 罗斯查尔德家族 操控的 第二个特点 关于具有误导性的真相 就在于 它能够很好的 很有效的 去发动 或者是操控 我们的与生俱来的偏见 那么在丹尼尔卡莱曼 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他写了一本书 叫Thinking Fast and Slow 他描绘了 我们的人类认知结构 其实有两个系统 系统一和系统二 那么系统一 它往往是处理一些 非常迅速 非常直觉的一些反应 而政客 往往会利用 我们的系统一 植入一些言论给我们 让我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绪 绕开我们的系统二 那么系统二 就是处理一些 经过反思 经过认知的消化 的一些反应 系统二往往比较理性 那么这种 具有误导性的真相 他的确踩到了真相的一角 但是由于他过于简单粗暴 以至于他极具误导性 那么做这一期的视频的第二个考虑呢 就是在上周 我与现任美国劳工部部长 Thomas Perez 有一段非常简短的对话 音频会放在这一期节目的最末 做这期视频的第三个考虑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 这一期美国大选的初选 Donald Trump 打的就是移民牌 他控诉民主党 共和党 所谓的建制 对非法移民问题解决的不利 似乎他要告诉水明 在所有的竞选者里面 只有我Donald Trump 对非法移民问题 是最坚决的 是最有效的 比如说 修建像中国长城一样的高墙 然后让墨西哥政府为其买单 那么Donald Trump 正好是属于我所说的第二类 通过具有误导性的真相 将问题讲得非常的简单粗暴 发动选民的天然的偏见 从而更多的诱使大家 投自己的票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仔细地探讨 这一个非常复杂 但是又非常热的议题 非法移民问题 Mexico sends its people they're not sending their best they're not sending you they're not sending you they're sending people that have lots of problems and they're bringing those problems with us they're bringing drugs they're bringing crime they're rapists and some I assume are good people 好 刚刚我们看到Donald Trump 特别激烈的言论 这也是他这一次打移民牌的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 那么他讲 这个墨西哥人 他们带来了毒品 带来了犯罪 他们是rapists 他们是强奸犯 但是呢 他们其中 我想还是有一些好人 good people 那么Donald Trump 他似乎点出了 很多确实发生的事情 但是他没有进行 比较系统的描述 所谓系统的描述呢 就是要给出数据 给出统计学的这种趋势 我们来看一下 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好 有四张图 第一张图反映的是 从90年到2013年 在美国非本国出生的人口的比例的变化 那么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是一个上升趋势 到了2013年 达到13.1% 那么对于非法移民 所谓的未登记的移民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他的趋势呢 也基本上是在向上走 那么到了2007年 非法移民的人口到达了巅峰 大概是1220多万 之后有所下降 第三和第四张图呢 讲的是犯罪率的变化 包括violent crime 暴力犯罪 以及property crime 这种财产犯罪 我们看得到 比如说violent crime里面的 这种攻击和抢劫 都是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 而财产犯罪 包括汽车偷械 包括larceny theft 这种偷盗 以及入室盗窃 burglary 都是下降的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美国的移民人口 以及非法移民人口 都在这个区间 是向上走的 但是整个美国的犯罪 暴力犯罪 以及财产犯罪 却是往下走的 那么我们就大致的 能够有一种感觉 并不是墨西哥的 非法移民越多 那么美国的犯罪率就上升 反而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美国的犯罪率是下降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够走极端 说你看 Donald Trump完全是胡说八道 这个墨西哥人来的越多 犯罪率反而就越少嘛 那么这种推断也是错误的 因为有可能墨西哥人的犯罪率很高 但是其他的美国人的犯罪率 变得非常非常的低 这样也会形成 整个犯罪率下降的这两个趋势 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分析 比较细节的数据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段视频 是关于最近 Sarah Palin给Donald Trump的一个背书 Sarah Palin她是2006年到2009年 阿拉斯加州的州长 那么在08年 她和共和党的提名候选人 麦凯恩同是竞选伙伴 2009年她辞去了阿拉斯加州的州长 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党运动 我们都知道 查党就是美国的极右的党 她不仅仅反民主党 同时也反建制内的共和党 她认为共和党GOP和民主党沆瀣一气 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犹豫不决 最后导致葬送了子孙后代的父子 Oh my goodness gracious What the heck would the establishment know about conservatism Tell me is this conservative GOP majorities handing Obama a blank check to fund Obamacare and Planned Parenthood and illegal immigration that competes for your jobs and turning safety nets into hammocks and all these new democrat voters that are going to be coming on over the border as we keep the borders open and bequeaking our children millions in new debt and refusing to fight back for our solvency and our sovereignty even though that's why we elected them and sent them as a majority to DC No, if they're not willing to do that how are they to tell us that we're not conservative enough OK,好,我们就先不评论 Sarah Palin 她的演讲风格了 那么她对川普这一次的背书呢 她主要的论点就是 川普受到很多共和党的人的攻击 说川普不是真正的保守党 川普其实内心有一点点民主党的影子 川普对很多保守党相信的一些 moral issue 一些道德问题 都不是非常的立场明确 这个也正好是杨说第二期所说的 Donald Trump其实对同系列问题 一直都是回避状态 那么Sarah Palin这次站出来 就是要坚决支持特朗普 打击建制内人对他的这种批评 那么事实上 是不是建制内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执行都非常的不利呢 好,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个讲的是在90年到13年 非法移民人口的一个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在布什时期 也就是2007年的时候 达到了最高峰 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张图 达到了1220多万 而我们看到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 美国的非法移民的人口数量 反而减少了 大概减少了接近100万人口 我们知道 布什他当年竞选的时候 他争夺的拉丁裔的选票 是44% 44% 这个比例对共和党人来说 是相当高的 而我们知道 2012年 共和党的提名候选人罗姆尼 他拿到的拉丁裔的比例 才只有27% 如果大家对布什比较了解的话 我们可以查得到 他对非法移民问题 其实是非常宽容的 然而我们来看奥巴马 作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 怎么在他的执政期间 非法移民的人口数量 反而下降了呢 好 要解决刚刚的疑问 我们就得看进一步的数据 这张图反映的是 在70年到2014年 这44年之间 在边境上被抓捕的墨西哥人 和非墨西哥人 他们的数量的一个变化趋势 我们看得非常明显 墨西哥人远远的多于非墨西哥人 这是为什么呢 好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墨西哥人 他其实在美国的非法移民中 占大多数 2012年 墨西哥人占52% 而中美大概是15% 亚洲12% 南美6% 那么剩下的呢 就是加勒比地区 欧洲地区 还有加拿大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 墨西哥人 入境美国 一般都是翻越栅栏 从边境上渡过 通过边境过来的墨西哥人 他们被巡逻队 抓捕的可能性 要比通过其他方式 被抓捕的可能性 要高一些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然而我们来看 在05年的时候 这个现象就发生了变化 墨西哥人被抓捕的人数是陡降 而10年之后呢 非墨西哥人的人数却在上升 甚至在14年已经超过了墨西哥人的人数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好 大家可能会有两个假设 那么第一个假设 那就是像萨尔佩林和川普说的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抓捕行动上 非常的犹豫 非常的懈怠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 是不是墨西哥人通过边境的人数 越来越少了呢 那么为了验证这两个假设 我们进一步的看数据 好 这张图就可以解决这个疑惑 我们可以看到 从90年到13年这个过程中 经历老布什 克林顿 小布什 奥巴马 所有在美国被驱逐的非法移民 他的一个数量趋势 很明显 在小布什以及奥巴马期间 被驱逐的非法移民人数 每年是逐步稳定上升的 到了奥巴马执政期间 甚至超过了一年40万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在布什后期 奥巴马执政的前几年 美国的边境执行 是下了很功夫的 是花了很多钱的 那么为了进一步证实 我们来看这张图 好 第一张 讲的是美国的边境巡逻队的预算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布什时期 已经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而在奥巴马的执政期间 呈一度超过35亿美金的预算 那说明成本的确提高了 而且从巡逻队 它的人数上来看 布什时期也就一万多人 而到了奥巴马执政的期间 已经超过了两万人 好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 CBP也就是Custom and Border Protection 总人数是四万六千多人 而边境巡逻队呢 有两万一千人 然后我们来看整个国土安全局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他们有21%的预算都给了CBP 那么我们可以从边境人数 占整个CBP 大概一半的这个前提下 可以推断出 那至少有10%的资金 都给了边境巡逻队 而ICE也是跟非法移民 驱逐相关的 它的预算占9% 好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和成本相关的一个更加形象的图 那么这个是对比了 在移民问题上执行的成本 和其他主要的触犯刑法的 执行成本的一个对比 好 这是2012年的一个数据 联邦在前者的花费 大概是179亿美金 而在其他的主要的 触犯刑法的犯罪执行方面 要少于前者 只有144亿美金 而这年就包括FBI 大家都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 DEA 大家如果看过 绝命毒师 就知道这是基督队 以及其他的一些机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针对移民问题 针对非法移民问题 它的执行成本 是如此的高 以至于超过了FBI DEA 以及很多重要的机构的 花费的总和 那么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 Sara Peeling和川普 对联邦政府 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执行 所进行的控诉 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既然川普 对建制内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批评 是不可靠的 那么他唯一的 比较有建设性的意见 就是在美墨边境上 修起高墙 然后让墨西哥政府买单 这样的建议 靠不靠谱呢 好,我们来看这个图 美墨边境 从西边的加州 到东边的德州 延连2000多英里 那么在这2000多英里的范围内 有多处entry point 多处的进入点 我们可以知道 很多非法移民 他们要么翻墙 要么跨过柵南 要么被偷偷的运送 到美国边境 那么这些人 他们有很多方式进入美国 不仅仅是翻墙 翻帆里 他们也可以通过墨西哥湾 坐船过来 这个没有办法修墙 他们也可以从加州的太平洋西海岸线 进入美国 Univision的一个主播 Hohi Ramas 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数据 就是其实有40%的 非法移民 现在已经是通过飞机 进入美国境内 那么川普的建高墙的计划 似乎并不能够阻拦 这一帮通过其他方式 进入美国的 非法移民 那么美国人 也更不用指望 川普能够用哪些手段 让墨西哥政府 为建墙买单 那么最后这张图 还有一点值得玩味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闺女 基本上 边境线越长的州 她越容易被 非法移民进入 比如说德州 它的边境线最长 那么 它的人口那么多 同时非法移民 占的这个比例 大概是6%到8% 而加州 它不仅仅可以通过边境进来 而且还可以通过 西太平洋进来 它的比例自然 也是很高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Arizona 亚利桑那州 它的这个比例 好像比较少 它的边境线 似乎还比较长 这是什么原因 那么这是2012年的一个数据 其实在亚利桑那州 在2010年 它的州长 颁布了州内的 一个针对非法移民的 叫Arizona SB1070的法案 就是可以 仅仅因为怀疑对方是非法移民 就可以将其进行搜查 Stop and Search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2012年的时候 亚利桑那州 他的非法移民 所占的比例 其实 比较的小 因为他 州内的执行 就非常的到位 所以 川普 他其实 要通过联邦的方式 健强 那么还不如 让州 自己 去立法 来管理 非法移民 好 刚刚我们其实是证委了 川普和Sara 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 一些反建制的言论 同时 我们顺便也否定了 以川普和Sara 为代表的第一种假设 并不是 美国政府 对美墨边境 非法移民 执行的不利 那么第二种假设 是否成立 也就是说 05年 墨西哥在边境上 被抓的人数 越来越少 是因为 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透过边境 进入美国 的人数 本来就减少了 那么为了支持 这个结论 我有三个论据 那么第一个论据 就是 大家知道 05年之后 美国经济的萧条 就开始出现端立 次贷危机 开始酝酿起来 那么在美国的 就业市场 也出现了紧缩 既然 墨西哥人 大部分来美国的 一开始都是从事 比较低端的 低工资的工作 那么 大家知道 金融危机 的时候 那么最先受到冲击的 就是这些低技能 然后 低工资的工作 那么 墨西哥人来到美国 找不到工作 自然就会回去 那么 结果就是 更少的墨西哥人 会冒险 透过边境 来到美国 因为 他很难找到工作 第二个论据 也是我觉得 最具有说服力的论据 他可以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 从00年到07年 来美国的 非法移民 我们也可以说 来美国的 墨西哥的 非法移民 是逐渐攀升 到07年的时候 到达顶峰 而在之后呢 出现了减少 好 有数据表明 在1970年的时候 一个墨西哥的妇女 她的一生 她平均要生7个孩子 那么 这个数据 到了20年后 也就是90年 降到了三个孩子 那么 00年之后呢 这个数据 降到了 两个孩子 一个妇女 跟美国 基本上是 差不多的 那么 这很好的解释了 为什么 在00年到07年之间 出现了大量的 非法移民 因为70年代和80年代 出生的那一帮人 到了00年的时候 正好是工作的年龄 墨西哥 本身的工作机会有限 最好的方式 当然比较危险 就是透过边境 来美国 找工作 07年之后呢 这帮70后 已经人到中年 80后 已经步入了 30岁的殿堂 而90后 来美国的 本身就很少 因为他们这个 年龄阶段的 可能一家 只有两三个 兄弟姊妹 第三个论据 就是 在2000年到2011年 这11年的区间内 有数据表明 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水平 增长了40% 我们知道 一个国家 假如他的人均收入 达到了美国的 三分之一 这个国家的人民 他们移民的愿望 将会大大降低 因为他们在本国 有一个比较可观的 收入之后 他们更愿意 待在他们的故土 他们不愿意 背井离乡 离开亲属 离开朋友 使用一个 自己不会的语言 到一个陌生的 国度打拼 好的 我们针对这个图 的后半部分 一方面 证伪了 第一个假说 证实了 第二个假说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 有两个结论 都证明川普不靠谱 第一个 就是他选的时机 非常不靠谱 因为墨西哥 非法移民 本身 他自然而然的 就在减少 第二个 就是他对 建制的批评 不靠谱 因为整个建制 对非法移民 执行的投入 是加大了 那么川普的 其他指控 比如说 墨西哥人 他们带来了 crime 他们带来了 drugs 他们是 强奸犯 这样的指控 又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学者 给出了 各种不同的答案 因为这个东西 非常的难以测量 比如说 是不是墨西哥人 犯罪分子就多呢 如果我们在美国 生活一段时间 都会有感觉 那些墨西哥人 其实 非常的谨小身为 因为他们生怕 犯一些小错误 被警察 抓到 然后一审问 是非法移民 那么他们很有可能 被遣返 很多墨西哥的司机 非常的小心 不敢超速 非常震惊 微作 感觉 个个都像小学生一样 坐在汽车里面 而且新闻上 也会经常 报道一些 倒霉的墨西哥人 忘了带驾照 汽车超速 被警察拦下来 最后呢 在美国待了十多年 仅仅因为 触犯了交规 被发现是非法移民 最后被遣返回国 当然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 非法移民 更有可能选择犯罪 比如说 非法移民 他开车的时候 撞了人 这个时候 他是造势司机 那么他 会更加 愿意 逃逸 因为 如果被警察 发现 自己是非法移民 那么很有可能 会被遣返回国 他就会 take the chance 他会投机取巧 也许 他能够逃过一难 那么川普对非法移民 对墨西哥人的 另外一个主要的指控 就是 这些人 把美国的一些工作 给抢了 我们知道 川普 他的支持者 很大一帮 都是美国的白人 低收入者 这些人认为 他们的工作 被很多墨西哥人 给抢了 或者 他们的工资 正是由于 雇主用低薪 去雇佣这些墨西哥人 他们自己的工资 也被压低了 在加州 流传着 这样的一句话 我们形容某个人 他工作特别的勤快 我们会说 He works like a Mexican 他工作起来 就像是一个墨西哥人 那么这些墨西哥人 他们天然的 愿意在 非常差的环境下 获得相对于 美国人 更低的工资 因为他们 之前来的国家 能够付给他们的工资 也许仅仅是 这些工资的 五分之一 甚至是 十分之一 那么 缓解 这些非法移民 抢占了低收入 低技能的美国人的工作 或者是压低了他们的工资 那么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 严刑俊法 对雇佣这些非法移民的雇主 罚款 那么这势必会减少 他们雇佣非法移民的动力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非法移民的另外一面 不是所有的 非法移民 都是国际破了户 低技能 或者是没有任何的野心 很多非法移民 他是天然的entrepreneur 他们是天然的创业者 他们也许会制造工作 create jobs 而不是跟美国人去抢工作 他们也许会带来创新 他们也许会注入新的血液 好 我们暂且把川普放到一边 不去讨论他的眼球经济学 我们来看一下 真正的经济学 是如何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 好 大家看到的这一位是 Gary Becker 加里贝克 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他是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14年 我来芝加哥大学学习的时候 他刚刚去世 加里贝克被很多经济学家 称为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 因为他把很多以前 本来只在社会学领域研究的问题 纳入到了经济学的视角进行研究 比如说家庭 比如说犯罪 比如说种族歧视 比如说药品成瘾 他同时也是人力资本研究 human capital research的主要的奠基者 我在很多加里贝克的同事和朋友 口中听到这样的一个描述 他们最敬佩加里贝克的一点 就是即便是最最无聊的研究报告 他都能够坚持听完 而且能够提出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 加里贝克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之一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特点就是 相信市场 相信自由选择 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呢 是价格理论 认为价格可以调节生活的方方面面 价格理论最重要的一个假设 就是相信人是理性的人 能够随时随地的 对外界给予的incentive做出反应 也就是外界的激励做出反应 正如这句话所说 那么加里贝克对非法移民问题的解决方案 就很好地将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 和他研究的人力资本结合了起来 好 这就是加里贝克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总结 好 文字很多 大家可以暂停慢慢地去阅读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数字 50万美金 好 如果大家读完之后 就知道 加里贝克的解决方案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对于非法移民 如果要获得正式的公民身份 那么只需要缴纳一定金额的入场费 就能够立马从非法移民变为合法移民 那么这个听上去 有点类似北京当年交通土色 不少专家提出来应该给出租车涨价 那么批评生也涌来 说这个是城市规划的问题 而且涨价的话 居民的生活负担会加重 那么一般涉及到涨价 民众都不会欢迎 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些政策性的意见 往往就是基于价格理论 然后提出涨价 所以很多左翼的知识分子 非常不喜欢芝加哥经济学派 但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呢 是很具体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要具体的去分析 好 首先我们要大致的回归到 现实状况本身 那么了解非法移民的现状非常关键 那么现实之中的纠结有哪一些呢 那么我提出有两个大的纠结 第一个就是同情心和污名化之间的纠结 Sympathy vs Stigmatization 所谓同情心就是有一部分的美国人 对非法移民是非常同情的 这边包括很多非法移民的后裔 他们本身已经是美国正式公民了 但是他们的父母以前是非法移民 那么这种基于亲情和亲身经历的同情心 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那么另外一帮人呢 我们大概把他们归结为 具有比较朴素的人道主义情节的左翼人士 这边包括了白人黑人各种人 那么政客一般都会考虑这一帮人的感情 不会用非常严厉的方式对待非法移民 纠结的另一头呢 就是污名化 那么污名化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底层的白人 他们认为非法移民抢占他们工作 压低他们的工资 那么这也是川普竞选 他们非常支持 因为川普感觉对他们非常强硬 说出了他们经常在乡间酒吧 袒露的一些真言 另外一个污名化的源头呢 就是那些通过正常方式 合法来到美国的移民 他们其中有不少投资移民 花了不少的钱 也有技术移民 在美国读了恩典的博士 好不容易才熬了出来 那么这就类似 我们这些合法移民 在这排队排了那么久 你非法移民呢 你插队 结果还插着我们前面了 那么这个对于这帮耗费大量成本的合法移民 是相当的不公平 那么一个坏的移民政策 往往会有两个副作用 第一呢就把那些高数字的人才给赶跑了 第二呢就是吸引了一帮非法移民 造成了一个总的社会效应呢 就是全体的非法移民都被污名化 奥巴马总统呢 在他的执政后期下达了不少的大设令 那么在一定的时间段呢 非法移民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强制的遣返 但是这会造成激励上的一些问题 perverse incentive 因为那些潜在的非法移民 他们会将其作为期望的一部分 从而变相的鼓励了非法移民 那么第二个纠结 就是在非法移民这个群体里面 他也分为不同类型的人 那么就出现了sorting的问题 就是分流的问题 我们大齐把非法移民分为两类 第一类呢就是具有一定的企业家精神 具有一定的创业意识 同时有一定的能力的人 他们很年轻 他们有理想有抱负 他们愿意在美国长期的定居 拼出自己的美国梦 然而另外一帮人 我们不排除他们具有freeriding的心态 就是搭便车的心态 美国的福利好 美国的工资高 他们也不打算在美国长期定居 过来享受高的福利 同时打点黑工 那么更糟糕的移民政策呢 就是即便在非法移民这个群体里面 他也会赶跑一帮潜在的优秀的 非法移民 而吸引一帮 想搭便车的 非法移民 好 那我们基于以上两个纠结 我们设想一下最好的移民结果是怎样的呢 那么最好当然大家都是合法移民 那么假如也有非法移民入境 我们至少也能够把那帮有才干 有野心 有抱负 想长期居住美国的一帮非法移民给留下 那么即便还是有一少撮 非法移民 他们具有搭便车的心态 我们也希望公众的同情心 不会分在他们身上 而公众施加的污名化 也不会扩散到 那一帮对美国利大于弊的 非法移民 那么加利贝克给出的 这个五万美金的入门费 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数额 他也称 这个数额要根据 非法移民的供应 以及美国人 他愿意接受非法移民的程度 根据这种市场的供需状态 来决定这个价格 那么有人会问 那假如有一个非法移民 他勤劳善良 但是来自于一个极贫的国家 支付不起这个入场费 那怎么办 那么加利贝克提出了 这样的一个体系 贷款体系 loan system 假如你实在支付不起 你只需要大概支付 10%或者是5%的 down payment 这个首付 然后你在美国工作 那么雇主会定期的 给你支付部分的欠款 那么这个类似在大学里面 学生贷款系统 那么也有人会质问 雇主给他支付这笔欠款 那假如这个非法移民 他中途离开公司 怎么办 那雇主不是谋受损失吗 那么我们可以参照 比如说中国的国家留学基金委 给学生支柱 毕业之后呢 要在国内待几年 如果毁约 那么就要支付一笔罚金 好 我们看到这张图 加利贝克在中间 他的左边呢 是大名鼎鼎的科斯 我们来总结一下 加利贝克 他的政策建议的六大好处 第一大好处 就是能够鼓励 年轻人来到美国 因为年轻的收益要大 他们的工作年限要长 于是他们要支付的那笔门槛费 相比于中年人和老年人 所占的他们的收入的比例 将要小 第二个好处 就是能够鼓励更多的高技术人才 更多的具有创业精神的人 因为这帮人来到美国 他挣的工资 相比于那帮没有技术的人来说 是要高很多的 那么一般没有技术的工人 他的工资基本上就10美元一个小时 如果你是技术工人 那么至少也有40美元以上 那么对于后者来说呢 如果我们假设 他一年工作2000个小时 那么税前工资 我们算下来是6万美金 也就是说 一年的税前工资 就能够支付他的起始资金 而且还有剩余 第三个好处呢 就是能够减少时间成本 那么不需要有一些特殊的项目 不需要有这种积分的系统 也不需要有很长的这种听证会 那么就能够很快的通过 成为正式的移民 那么第四个好处呢 就是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减少本国公民税收的负担 那么假设这个数额定在5万美金 那么每年如果近来100万的移民 那么这个收入将是50亿美金 那么第五个好处呢 也是基于第四个好处 就是能够激励政府增加移民的数量 同时呢 减少反对移民的声音 这种anti-immigration rhetoric 因为对于后者来说 他们的减税 正是因为有一帮非法移民 交纳那一笔入场费 那么最后一个好处呢 就是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对付 政策实行之后的非法移民 因为他们获得的公众的同情会更少 那么政府对于遣返政策 将会更果断的执行 OK 好的 看上去非常的完美 但是我还是要给出我的一些补充 那么第一个补充就是 即便有一个flat fee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一致的门槛费在那个地方 我们还是需要有这种screening system 这种筛选机制 因为我们不希望有一些特殊疾病的人群 具有恐怖主义背景的人群 具有一些犯罪记录的人群来到美国 第二呢 就是有一些年轻有为的人 但是他们的国家实在是太贫穷了 以至于他的那个down payment 他那个首付 5%的首付都交不起 那么对于这帮人 是不是可以有一种特殊的机制 让他们能够被纳入正常的移民程序呢 第三点补充 就是对于一些政治难民 比如说一些完全破碎的国家 一些有内战的国家 比如说索马里 比如说叙利亚 那么依据国际法的精神 是不是可以不收这笔门槛费 就能够让他顺利成为美国的公民呢 并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这些政治难民 他们一般行动力很强 一般都不是随大留者 即便他们自己不是很成功 他们的子女可能通过教育 会变得非常的成功 那么最后一点补充 就是对于某一些特殊的国家 比如说伊拉克 他对美国的战略利益 是非常重大的 如果他的国家的年轻人 都移民到美国 那么这会造成大量的人才流失 brain drain 甚至是领导力的流失 leadership drain 所以说如果能够让这帮人 留在本国而不来到美国 可能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是更大的 好的 刚刚相当于给大家演练了一般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思考方式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现实中来 好 大家看到的这个是 现任的美国劳工部部长 Thomas Perez 那么上周 我跟他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对话 那么这个人特别有意思 他是2013年被奥巴马任命为 美国的劳工部部长 那么此前他在马里兰州 他被认为是一个activist 就是他对非法移民的一些解决方案 他特别的左 也就是说他特别的帮非法移民 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activism的名声 所以在他被任命为劳工部部长之前 参议院对他实行了一定的阻牢 Putin on hold 那么在我和他交流的四分钟里面 Perez特别强调 奥巴马总统 他对非法移民非常的看重 同时他也强调 全面的移民改革的重要性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而我认为 芝加哥大学的Gary Becker教授 提出的解决方案 和Thomas Perez所说的奥巴马总统 特别关心的 全面的移民改革的方案 是不矛盾的 然而对于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 他一定会选择Gary Becker的方案 然而人不是绝对理性的 而且往往非常的不理性 所以奥巴马所提倡的 Thomas Perez所谈到的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也许是最终的可信方案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 我和Thomas Perez 简短的四分钟的问答 I read your record You fought so hard for unregistered immigrants through citizenship But I also know that During the first few years of President Obama's administration There was the largest deportation That's before you came in My question is What would be the viable framework for the handling of this11 million unregistered immigrants And as a Chicago student I cannot help but Thinking of Gary Becker's One solution It's kind of radical It's about paying Certain entrance fee If the immigrant is very poor They can also get the loan And the boss can pay for that So that's a very radical view And also I heard about The Dream Act But it failed to pass So these are two examples I can think of So what would be your solution What would be the possible framework for solving this issue Well the solution Is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that's what the president's Been fighting for And let me give you one story That sticks in my head I was with the president In Minneapolis A year and a half ago And we were with a group Of about 17 to 20 Moms Between the age of like 16 and 20 And we had a training program For them To help them get the skills So that they could Help provide for their child And after all the media had left The president said two things to them Remember this My mother was your age When she gave birth to me So you may be the mother Of a futur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thing he said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And the question was this What would you If you could wave your magic wand And do one thing Get one thing done What would it be And And again there were no cameras there And a nanosecond later he said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Because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keep him up And keep me up at night More Than our broken immigration system And its consequences We see it day in and day out The lives that are torn apart And There was a And continues to be An effort And immigration reform And immigration reform has always been bipartisan I worked for Ted Kennedy in the mid-90s When immigration reform was passed And there were 70 or 80 amendments in the committee And I need one hand to count the number of amendments that passed On a partisan line Because that's Historically it was always bipartisan Whether it was Ronald Reagan in the 80s Or Ted Kennedy and Alan Simpson in the 90s And it was bipartisan In the bill that passed the senate And that bill would have addressed The issues that you're talking about And there's nothing that frustrates me more than anything Than our failure Than the failure of frankly leader Boehner To bring it up Because the votes were there If he had brought it up There was no doubt in our mind that the votes were there But he was hostage to his wing And so as a result the president has taken executive action And the dreamers You know are Able to work They're able to go to college But that's no solution for Their long term pathway to citizenship A year or so ago the president took additional action In DAPA And now the supreme court later this year Will opine O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at Or the Legality of that And I'm confident that we We are well within our rights in doing that And there's really no substitute for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the irony of people who You know excoriate the president for Executive imperialism Well folks We don't want to do this But you've left us no choice And by the way You know we've done far less executive orders Than other presidents Go look at the math And so I hope that y'all will get out there And continue to advocate for immigration reform Because I I for me this is an issue of You know very You know I'm You know my folks came from the DR Dominium Republic And you know this is You know we are a nation of immigrants And that's our strength And as I said before We should be building bigger tables Rather than building higher walls That's not who we are as a nation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洋说 2016春节将至 祝大家春节愉快 That's a nation of need Guys Academie That's a Konju diye That's a nation of That's a nation of